麦老师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封鸣街已经是被拆除了一半了 我现在就很好奇 有的城市是一直在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些古建筑进行这个深移 那么大连市要拆 这是为什么呢 没文化 这大连市的有关领导 极无文化 他们以为拆了盖高楼 他就现在化了 这完全不是什么回事 人家要看高楼还怕你中国开来 去东京纽约不就完了吗 我记得我们有个官员 去欧洲去 回来以后 哎呀 这欧洲太暖后了 我五年前去巴黎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那意思 人没改高楼 一看就只有高 只有新才是好 典型的爆发户心 你这样的官员去管规划 管城市建设 能好得了吗 你把文化拆了 人家要看的 就是你让你特的一百多年都没动 是吧 这个民国没动 文革没被破坏 先让你给拆了 你说这官员有的话吗 我们天津有一条著名的街 叫孤一街 这个名声啊 不至于劝赏 这孤一街呢 当年拆的时候呢 当时主管 城建的副事长说了 我就当这个罪人吧 就就给拆了 现在又重盖 都浪费吗 一拆一盖间 折腾浪费 贪官挣钱 你担当罪了 你担当的起吗 你拆了以后 这个城市 这个景就没了 这个文化就没了 所以啊 这些个官员们 说白了 就是要提高自己文化素质 关键要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不是有大楼就行了 有盖大楼的GDP就行了 要保留城市 原来的那种风貌 人家要看的是你历史 比如我们天津市 有著名的河 叫海河 海河呢 在海河上游 有个渡口 叫杨家渡渡口 400年了 就给拆了 然后政府又说 要打造旅游城市 打造什么呢 人家要看你400年前的东西 这才有一种历史感 沧桑感 你把它拆了 盖了新的 让人看什么呢 所以说 典型的 没文化 你要说第一代领导人 刚进北京城 他拆 那他那个他不知道 他就想打算一个旧世界 建立个新世界 你现在又接轨 又出国 什么都知道 你还在这拆 你明知故万 所以我怀疑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官商勾进的利益 在里面 比如说 是不是哪一开完 看这边地了 对吧 看上了地能升值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背景就跟腐败相关了 那查的是另一种文化 那那就不是文化了 这就在有私 在里面 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艾老师 就是有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您刚才提到 这些城市规划 我们好像老百姓 往往就是根本就听不到 就是你们要怎么规划 他不告诉你 对 我们提不出来意义 他拿着这个纳税人的钱 在那瞎折腾 瞎躁 他不告诉你 等你知道了 牧已成舟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权力在哪里 我们起码知情权得有吧 没有 啥怎么干怎么干 就属于那个一拍脑门行的 拍了脑门 拍胸脯 拍胸脯 拍屁股 三拍光 三拍 他可能政绩能量也塌生了 那再来一阵官员呢 又想树立自己的政绩官 又拆 拆的都是谁的钱呢 老百姓国家的钱 名指名高啊 所以这个中央政府 一定要对地方政府 这种大拆 这种胡折腾行为 要有惩罚措施 要任由地方政府这么干 那是无法无天 最后是官民民法 这拆还涉及到拆迁问题 补偿问题 涉及稳定问题 一系列问题 最关键的是 历史风暴是不可再次 你再造的 你再造的新的 这是你假的重建的 对吧 那随时跟我们进行了一项分析 我们先进这片花休息一下 又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视频 网络电视台 第一视频 第一视频 用视频评论新闻 评论新闻是